按照县力的政策 我可以自己挑选学校 我看到了史庙村小学 原来也有位代科老师 在那儿交了一期 就再不愿意来了 开学都一周了 比你们这个学校还苦 有多远离 离我的学校 只算距离应该是30公里吧 我跟校长说 我到那边去任教吧 他们今天就笑我 他说将来要进城就难了 或是没事 我还是去吧 那你已经去了八年了 对 所以你们两地分居 那不是很思念 有什么联系方式吗 有啊 打电话 发微信 那是没电话 山村有的有电话 但是那个信号不好 我们山村 我们就用电筒光照一下 比如说我的工作完了 我就走在那个坝子边上 用我的手电筒 朝他的方向晃一晃 你不是隔了一座大山吗 是 他那个山低一点 我们火天杠是最高的一个山 那你们用手电筒来代表信号 对啊 这个信号怎么表示 我按一下呗 我做完了 我就向他的方向按一下 按一下 黄几下 他就看见了 就是我这儿休息了 我做完了 我该休息了 那他怎么回应你呢 上课的就是被课的地方 比如说用余光呢 刚好可以看到家里的方向 如果在我的窗户上有光闪到 我知道他是在呼唤我了 我就也拿出我的手电筒 那是比较强光的这种电筒 回应他 用电筒的方式来交流 我想想他的时候 我就试一下 我晃一下 想他的时候晃一下 对 那万一他以为是有急事咋办 有急事吗 他可以回我呀 对啊 到这儿按两下三下 我忙啊 就告诉我的 你们还有特定的信号解释是吧 那我爱你怎么解释 我爱你怎么 就是长按吧 长按 是的 有意思有意思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呀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争取的两部教育用的电脑 谢谢 来 请 现在学校有电脑吗 没有 一台都没有 没有 所以想一个学校一台 对 所以说这个教育信息教育 性能发展 我也想让山村里的孩子 能够通过网络 看到大山 外面更精彩的世界 我们来听一下 五位老师 怎么处理你们的心愿 好不好 北京经济教育呢 助理你们的梦想 然后如果是需要老师的话 我可以派老师 去那个你们的地方 去教教你们 或教教孩子都可以 可以 那就太好了 那就太好了 没问题 二位老师好 其实我们梅尔牧医院呢 愿意实现您的这个幸福梦想 帮您买电脑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 其实企业 你企业每隔一两年 都会淘汰几十台上百台电脑 其实这些电脑 让孩子们去学电脑 上个网足够用 我倒觉得 有一些企业淘汰的电脑呢 可以捐给这些个远处的 这个三村 帮助这个乡村的孩子 因为以前我们 这么搞过一次这个活动 这是我的一个小建议 当然了 我这个前提是 先实现您这个梦想 给您这个买这个电脑 好的 好 谢谢 我觉得特别尊敬两位 我想加送一个礼物给你们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需要 因为其实孩子们 除了心灵上和学识上 需要得到专业的 这种指导和培训之外 其实身体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先生的 随后奔跑的篮球训练营 我们愿意给你们派出老师 或者说是以某种形式 把我们的这种 对于身体非常科学的 这种锻炼方法 然后交给你们 希望孩子们能够 健健康康地去学习 希望孩子们能够为祖国 健康工作四十年 可以 非常愿意 非常愿意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动 实际上你们已经把这个学校 也当成家了 家也就是学校了 这也是一个伟大的付出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 减肥中心 愿意助力你们圆梦 谢谢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现在学校也变明亮 变宽敞 学生们的教学环境 和读书的环境 也相对于好了起来 国家政府也给了很多的支持 那么希望在接下来 有更多的人 能给予你们更多的教学知识 对 所以那所有的孩子 无论他走到天涯海角 内心都应该记得 不过是从这个小山村里面 是那样的一对夫妻教师 给了我生命的曙光 应该永远记得你 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